东森美说电视联手UNISAR演艺经济学院 接线来策划悠悠小主播报新闻 这次要来预告5月11号美国是什么特殊节日 大家好,我是悠悠小主播Winona 美国的节日,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 今年的5月11号是国家大吃特吃日 National Eat Watch One Day 现在很多人因为太注重自己的心情 导致在饮食方面特别节制与严格 因此这个节日创立的目的就是提醒我们 不用太紧张,偶尔放松,品尝美食 对心理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哦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 美国人最喜欢大吃特吃的食物 前5名分别是 披萨,意大利面,汉堡,冰淇淋和墨西哥卷饼 不过,虽然以上这几种食物 日量平均偏高 但是还是可以吃得很健康 举例来说 我们可以选择吃比较薄的饼皮做的披萨 再加上一些蔬菜配料 就能同时坚固美味和营养均衡 因此,平常吃东西总是小心翼翼的观众 到了国家大吃特吃日这天 就放松心情,尽情享受美食吧 悠悠小主播,Winona,洛杉矶报道